春天来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赏花时节 是时候让我们来一场春游了 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 忽面而来的是分方气息 让你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焕然一新 随即把所有的烦恼都抛于脑后 今天小编为大家整理了美的2022年最新的赏花图件 帮大家找出自己所在城市或周边的那些赏花好去处 快点收藏起来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宗岸都有哪些赏花炮去处 一 纽约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作为纽约最有名的公园 绝对是五色的打卡生命 它不仅是纽约的地区 更是纽约人民的后花园 从3月起 中央公园的百花已经不见绽放 此时是观赏的绝佳好时机 在这儿 你不仅可以看到美东标志性的樱花 同时还能观看到玉兰花 杏花 还有玉金香 五颜六色的各式花儿好不灿烂 二 纽约布鲁克林植物园 布鲁克林植物园可是公认的最佳赏金地点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26种不同的樱花品种 往年这儿4月的时候还会举办樱花节 有传统的日式表演和美食 小编强烈推荐 Japanese Hill and Palm Garden Cherry Altiver's Area 樱花艺术节 Ospurn Garden 和樱花大道 这些都是园区里绝佳的观赏地点 三 纽约植物园 纽约植物园是纽约市内面积最大的植物园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5000种植物 还可以看到不同的自然景观 比如腹部 湿地 还有原始生灵 4.华盛顿DC 华盛顿特区Dangham 绝对是美东最鼎鼎有名的赏金宝地 每年吸引来了无数游客 单月是出游的最佳时机 一年一度的樱花节 绝对是DC重大活动之一 是不容错过的好地方 5.宾州 费城 Fairmont Park 费城的Fairmont Park是全美 第二樱花节 仅次于华盛顿DC 这里有经典的日式建筑 和数千株樱花树 每年樱花节的Sakura Sunday 会举办超大的表演日 有茶道 花道 胡适等比赛 6.宾州 费城长木公园 长木花园内含27个观赏景点 内置大片莲花池和玫瑰园 三月起就可看到 兰花 樱花 玉京香 莲花等逐渐盛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西岸都有哪些赏花盛地 让我们身处美系的小伙伴们 也能一览美景快乐出游 1.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 西雅图著名的华盛顿大学 实在是一处赏花好去处 校园内哥特市的建筑 配着著名的樱花广场 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2.华盛顿州 斯加吉华里 华盛顿州最有名的反而不是樱花 而是玉京香 加吉华里和谷盛产的玉京香 每年4月便是一片五彩斑斓的景象 3.俄勒岗 玉京香农场 Wooten Shoe Pullet Farm 和华盛顿一样 俄勒岗的玉京香农场最适应的 Wooten Shoe Pullet Farm 始于1950年 目前面积已发展至40亿亩 此农场还有马车 观光小火车 胡桃酒等娱乐项目 这一定会是次有趣的出行 4.北加州 秦人角公园 Lover's Point Port 秦人角位于北加州蒙特丽湾 每年1到3月 1号公路海湾边 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甚是浪漫 5.北加州 九曲街 Lumbar Street 九曲花街在北加可是盛世有名 它可是游客一定会去的旅游景点 它最有趣的是九曲十八湾的道路 绝对是赏花的一大去处 6.南加州 Antelope Valley Puppy Reserve 每年3月南加便开满了樱树花 它可是加州的州花 Antelope Valley 是全美面积最大的樱树花观赏之地 此处还有hiking路线 不论是踏青还是拍照 都是绝佳去处 最后轮到我们中部的小伙伴了 一起来看看美国中部的赏花胜地 1.德州 Annes 使车局是德州的州花 Annes是达拉斯附近的观赏紫花最受欢迎的地方 并且每年4月就要会选一个周末举办市车局节 2.德州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是德州第二热门赏花的去处 漫山遍野展开的一线花配着建筑古迹简直别有一番风味 3.柯州Crafted View Crafted View是柯州最有名的赏花宝地 当地每年还会举办野花节 这儿高达1000多种的花种 会在不同季节交替展放 好了以上都是小编为大家寻找的春游赏花好去处 大家可以安排起来了 小编提醒大家 出行之前一定要查好天气 选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出行 小编提醒大家 小编提醒大家 小编提醒大家